选前倒数几天 许多候选人纷纷打出告级牌 危险牌 希望选票不要分散 可以想见选战到了最后关头 候选人都是步步为营 无论是新人或是老将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敢松懈 选战来到了倒数阶段 候选人全都紧张起来 不管是新人或是老将 各个喊出了告级抢救 希望选票不要被瓜分 平正区的老将舒翠玲 以及现任黄敬平 刘仁兆 也纷纷从这个礼拜开始喊抢救 而中立选区谢美英 梁慧超 谢克阳也是抢救生四起 其中彭俊豪被谣传许久 说他票很多 担心选票被瓜分 他也喊出了选情危急 所以我希望说应该票数 换来我选票要去支持认真做事 去肯定他的理念 肯定他的政策 肯定他的方向 我觉得当然很大 因为我们已经听到 不止一个人在跟我们说 他要分票 那他如果你票太高 所以要票分给其他人 那听到结果就是说 那分到最后 我们可能是没有票的感觉 而首次在中立参选的魏云 也在倒数时刻打出了杯琴牌 他的父亲是已故民主 斗士魏廷朝 母亲是已故前立委张庆慧 他要大家疼惜中立的女儿 新人根本不知道票在哪里 而且坊间还是有一些谣言说 我是稳当选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拜托大家 支持魏云的一定要集中选票 不能分票 一票都不能分 因为根本就没有可以分的空间 至于新党游志斌从选战开打以来 一路开着战车 拿着麦克风 对着民进党候选人开呛 最后两周他用开呛影片狂打 抬高不少声量 如果你们觉得要投更好的一位战神 真正来捍卫我们人民的权力 真正表达人民的声音 就请第三势力以及中间选民 你们集中选票 让游志斌进议会 游志斌议会绝对是一席第三席 选战到了最后关头 抢救生四起 当选与不当选只有一个选项 只能说票还没有开出来 谁也不敢轻易放松 好 好